我还有一次 因为我特别喜欢春春的第二首歌 因为他们的当时的赛制是 如果第一轮所有人通过 他就没有机会唱第二首 我自己都不太记得了 我记得印象特别深 你知道为什么吗 因为我正好第二天 那个要去牵手 然后呢 我因为实在太喜欢他的第二首歌 然后我就在他第一轮的时候 写了个待定 这样的话呢 他就必须要表演第二轮的那首歌 我还记得第二轮的那个歌 是比较动感一点 然后是一个很漂亮的舞台 结果我刚投完票 直播耶 我刚投完票 我收到了一个 当时的李宇春的一个小朋友 他的一个歌迷给我发的短信 说什么来着 你太让我失望了 你居然没有让春春姐过 我明天不参加你的接受了 我印象特别深 是啊 我印象特别深 所以就是 我跟他就是那时候 他还是来刚刚开始唱歌的时候 我就认识他 然后我们是 这么多年一直都 一直都有保持联系 对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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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